大家好,我是Stan 一名穿着箱子的女性出现在首尔江南的防华街区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根据报道,这名穿着箱子的女生 让路人将手伸入箱子上的孔洞后 让他们触摸自己的裸体胸部 这个内容马上就在很往引起了热烈讨论 在男性比较高的论坛很多人表示 果然就是要住在首尔,布莱福山的话就去够你 来个中小城市巡回吧 但在女性比例较高的论坛很多人表示 这不就是公然淫乱罪 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商品化 他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人生 反应完全不一样 而因为这箱子上印有IG的QR码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猜测 应该就是一个瑟瑟有关公司的宣传活动 根据网友们发现 这位被网友们称为是箱子女的当事人 在他的IG除了上传最近的伸手到箱子内活动外 也上传了多张19嗯的裸露照片 他的经纪公司网站和YouTube频道 也是介绍了成人内容 这位箱子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男人脱衣服没什么问题 但女人脱衣服就被视为犯罪 我想改变这个事实 他还提到自己曾经做过酒店小姐 大约两年前开始 简直做韩国AB演员和模特 最近则是在付费聊天网站与粉丝们沟通 他接着表示 我没有做坏事 别人的视线无关紧要 我没有偷钱或抢劫 只是为了生活从事了一种职业而已 被摸胸部的时候 我感觉还不错 这是我最自信的部位 我反而想要自豪地展示他 希望每个男人都能碰一下 我不觉得胸部有什么特别值得羞耻的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冷眼看待 但也有很多人会积极看待 我不想在意消极的反应 只想看积极的反应而生活 然后我想要提出一个承诺 在箱子上有个我的IGQR码 如果在这次的活动后 我能获得10万追踪的话 我会在箱子上再做个动 再次进行活动 箱子女经纪公司的代表队媒体表示 我们一直希望为性创造一个稍微轻松的空间 在我们国家只要提到性这个词 很容易遭到压抑 这次表演是一种挑戏 也是一种行为艺术的策划 女性也有幸运 也有想要炫耀的欲望 我们希望人们能够承认这一点 第二点是 握手的手和胸部并没有那么不同 这也是我们的思考角度 代表最后表示 我们不打算让箱子女成为一次性的事情 我们计划在不同地方进行类似的活动 箱子女可以是任何人 如果有人愿意一起来挑衅 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疯子呢 你可以跟男生一样脱掉上衣走在大街啊 为什么要穿个箱子 让大家摸你胸呢 到底是收了多少钱的话 能做出这种事呢 不会觉得很惭愧吗 不要随便将艺术挂在嘴上 不要做这种傻事 还说女权什么的 在韩国AV违法 怎么会有AV演员呢 是在说瑟瑟电影的演员吗 你随便用你的身体 我们是不能说什么 但请不要在公共场所这样 会给别人造成伤害 明明就是在宣传YouTube频道 还说什么艺术 因为这种人 女性人权后退了十年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最近穿得很漏的人特别多 所以这程度的话感觉没什么 反过来想一想 她是为了赚钱 再努力工作的 只因为是年轻又漂亮的女孩 在这样 所以才生气的吧 如果一个身材好的男生 让女生摸的话 应该会有很多人摸吧 这才叫性平等 对于韩国相知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